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主题的真人秀的综艺节目了 为了让如今现在年轻的一辈 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国内的历史长河 为了完成《寓教娱乐》这个命题 节目组可谓是卯足了劲 不断地为观众们带来了有趣 又让我们觉得更加印象深刻的 记住历史的发展 是一部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综艺节目了 并且收视率也是非常高的 《了不起的长城》是第一季 在前几个月就已经收官了 对于这部这么有教育意义价值的综艺节目 不少的观众都是非常期待 第二季什么时候可以来临 然而近日这档综艺节目 也是在网络上面传出了第二季的好消息 相信观众们都非常好奇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在晚传的消息中 我们可以看到刘烨的名字列在其中 刘烨是了不起的长城 第一季中的成员了 由于刘烨再次加盟这档综艺节目 相信观众们都是非常期待的 刘烨在节目中可是一位反差感非常大的嘉宾 从一开始的要求综艺感不要太多 到后面的自己成为一个傻哈哈的角色 并且刘烨也是非常了解历史的人 经常在节目中为其他嘉宾介绍创成的历史 然后呢就是黄明浩了 黄明浩也是老成员了 他在节目中的表现 真的是频频引发观众们笑点 黄明浩虽然是身为一名偶像 但是却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时常做出让我们都忍俊不禁的事情 黄明浩如今可以说是 各大综艺节目中的宠儿了 相信平时喜欢看综艺节目的小伙伴 都非常清楚吧 我们是经常是可以在节目中 看到黄明浩的身影 因此对于他再次加盟这档综艺 我也非常期待他能够和其他成员 发生什么样的精彩表现了 然后呢还有周深 周深的综艺感呢 如今呢也是被发掘出来了 虽然说是在节目中比较入小的存在 并且在被组员们欺负的时候 虽然看着是有点小可怜的样子 但却也是不少的观众们的笑点之一了 对于了不起的长城 第二季中由原班人哪的加盟 这一综艺呢看来是不活都不行了 因此在这个网传的原班人哪当中 那肯定也是少不了杨超越的了 杨超越的综艺感呢也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杨超越的四位可以说是非常活跃的 不仅仅是在节目中时常可以独当一面 对于他的第二季中表现我也非常期待 接下来还有山翼 山翼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 并且也是一位综艺感非常强的艺人 如今正在网综艺发向发展的他 在不同综艺节目中都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 想必若是山翼继续在了不起的长城第二季中加盟 一定会非常有看点吧 二就是软晶天 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软晶天 选择去看了不起的长城这档综艺的呢 毕竟软晶天是不少观众们心目中的男神 长相颜值又高 性格越有趣的他 怎能不被大家所期待呢 下面还有沈南和杨迪 他们的表现也是非常不足的 特别是杨迪 杨迪的综艺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也是因为经常可以主导现场氛围的一名嘉宾 共产能力也是很强 就冲着这一员班人嘛 了不起的长城第二季我是看定了 你们呢 不过呢现在还只是网传的阶段了 在还没有得到正式官宣之前 大家还是先谨慎吃瓜吧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了不起的长城 向大家真正的关心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定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